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间前世今生生死相依的这么一个爱情故事 不更改大原著的技术之上 以端木翠的个人情感作为一个情感的一个丰富 互相探案相互了解的这种状态下 然后进入到他们情感的一个升华 我觉得展颜就是很完美的一个男友的形象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看不上他,他看不上我的一种状态 你如果说点好听的,如果开心吗 我们一起办案的时候感觉他还是有能力的 还蛮帅的这种感觉,就是会有心动的感觉 然后后来发现端木不能在一起 因为他的琴锁如果打开,他就会唤醒他之前的记忆 他开始衰老了,他已经不是神仙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以后他不是神仙了 我要好好照顾自己 那张艺上他就突然一个情绪一来 然后我就看着他,然后我就觉得完全感受到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端木翠的情绪 所以我当下是蛮憧憬的 展岩在跳成员之前,他的理想都是一直为了起风 为了人民,为了百姓 永远都是为别人着想 永远都是忽略自己的那种人 他在跳成员之前,他想要任性一次 所以当他当下想要抛弃一起 我觉得哇,他们之间的感情 会让他们做出这样的牺牲,然后这样的付出 我觉得会给我上了一刻的感觉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不需要这样 但是他们的情感,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他真的很爱端木